这一小节呢说明这个收敛速度 我们考虑呢最斗下降法 这个在Sk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它的值呢是Zk 然后在最佳节的时候是Z 那什么是X大呢 X大就是使得F最小的那一个引数 比如说X平方加1的时候 那使得这个最小的那个地方就是X等于0的时候 会使得这个函数值最小 那么一个演算法呢会 一个形成一个所谓的线性收敛 如果说存在一个数字呢Delta 小1 使得说呢 这个呢是我的最佳节 那这个呢是我在S在K的时候 减掉它 也就是这是我最小的值 啊这是因为还没有到那边嘛 所以我这时候会大于它 所以这个是一个正数 所以也就是说呢 在Dk个D回的时候 我们以最佳节的距离 然后呢这个呢是在D K加一回的时候 跟最佳节的值的距离 那如果呢这个是一个一次方一个线性的 那小或等于Delta的时候 我们称为线性收敛 那对于所有K足够大的时候 其中X大是最佳节 那Delta如果等于0.1 为什么说如果呢 因为这个收敛的速度呢 这个Delta呢是随着你的问题 也就是随着你F的X而变化 那如果说呢我们的这一个 某一个特定的F呢 它是Delta是等于0.1 所以呢 这一个地回跟前一个地回 就会小于Delta平方 所以每一个迭代呢 就会加上一个所谓的精度的位数 到最佳的目标函数 因为这是0.1嘛 所以变0.01 所以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Delta等于0.1的时候呢 你没跑一个地回 然后呢你误差呢 本来是十分之一嘛 现在变成百分之一 也就是误差越来越小的意思 所以呢 如果说你的Delta等于0.9的时候 因为0.9的22次方大约等于0.1 所以也就是说呢 你经过第22回合 递回22次 你会对于你的最佳函数的目标值 会增加一个位数的精准度 所以就说呢 这个Delta呢 越小的时候 那你每一次递回呢 增加的精准度呢 就会增加的比较快 那这Delta 0.9呢 数值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呢 它要22次才会呢 使得你的误差呢 精准度呢 缩小 十分之一 所以呢 这个称为受炼速度 那Delta呢 会决定了你距离你的目标节的 这个准确度 所需要的回数 所以这个简单的讲究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决定这个考虑呢 我们呢 在收敛到你的这个最佳节的时候呢 它的速度都是如何 那这一些呢 在某一些应用呢 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呢 我们这边 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呢 是内神经 因为你的问题很大 所以你如果收敛很慢的时候 代表说 你训练你内神经的时间呢 可能需要好几个月 也比较快的话 可能是好几天 所以收敛速度呢 在这个时候就很重要 那我们看二次 也就是说呢 这个X转置乘当Q 这个矩阵乘当X 所以这个升为二次 乘出来就变一个 X平方的 X1平方的这个 X是一个N个变数的向量 所以基本上这一个呢 就会是一个数字 减掉了C转置乘当X 那其中的这个Q呢 是一个镇定矩阵 那镇定就是说 看它的特征值 都是大于0 那我们看它的 最低下降的收敛速度 其中呢 这个Lambda Max呢 是指它的最大的特征值 Lambda mean呢 代表最小的特征值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呢 线性的收敛定理 那这个收敛定理呢 这个呢 我们没有推倒 我们直接拿结果来用 所以呢 这个是DK回 距离最佳解的差距 这个是下一个回合 K加E的值 减掉你的最佳解 小或等于什么呢 这个数字的平方 那这个数字呢 蛮特殊的 这个是最大的特征值 除上最小的特征值 然后呢 它在线性代数里面 有一个数语 叫做条件数 那因为它是最大 除以最小 所以我们这个符号 是定义的意思 K of Q 定义成 这个两个数字相除 大或等于1 因为是最大除最小嘛 所以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K减1 然后除上 K加E的平方 所以这个呢 会决定我们的 这个目标函数的 收链速度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它呢 是线性的收链 因为这是一个数字 小或等于 所以这边是一次方 这边是一次方 好 这个呢 是我们前面看到的公式 假设我们定义这个叫delta 那如果呢 K of Q 那等于1.1 那就是这个 1.1减掉 1变0.1 这个1.2 1.2分之0.1 的平方 是等于0.0023 所以呢 这个delta呢 是一个所谓的 收链常数 那你呢 需要多少迭代呢 去降低呢 你的最佳的距离 然后一个位数呢 精准度增加一个位数 需要多少个迭代 那因为这个本身就小于1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一个迭代 好 那如果你 K of Q呢 等于3 那delta呢 等于0.25 四分之1 所以呢 两个迭代就是16分之1 就会小于 0.1 所以就说呢 如果当你的最大的跟最小 差三倍的时候 你呢 两个迭代 就会使得你的精准度 提高一个位数 好 那如果呢 你这个K of Q呢 等于400 那你要需到 231个地回 好 才会收敛一个精准度 一个位数的精准度 所以这跟你讲说呢 当你的K of Q越小的时候 你的收敛速度呢 会比较快 因为这delta常数比较小 那如果你的K of Q的比例 K of Q这个是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很大的时候呢 你到400的时候呢 你竟然需要231个次方 就是迭代231次 才会收敛一个位数的 这个目标和数值 所以就很慢的意思 所以这个一张同文片的结论就是说呢 这个最大的特征值 跟最小的特征值 会决定呢 你收敛的速度 就这么多的过程 对